你坐吧 我上次来过 老妮已经告诉你了吧 我什么也不知道 常规恶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的法号 实在是冒昧 凡圣祖歌 你已经让我感到很陌生了 我实在是后悔 不该再打扰你的修行 让你为难 让你难受 实在是我不好 你无论怎么对我发脾气 我都 个人有个人的原法 佛门是不讲发愁的 佛不审判众生 佛 是不会发脾气的 也不送人入地狱 人做坏事 是会下地狱的 人是自我惩罚 才下地狱的 不是佛惩罚他下地狱的 佛不但不送人入地狱 还去地狱 救那些人出来 帝藏王菩萨说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你还有一点悟性 佛法鼓励人 入地狱去度众生 你不会是 走到地狱之门了吧 师父说你有要我帮忙之处 但请奖来 算了 我本来就不该来 我 佛奖助人 我今天见你 又想帮你 这是我佛跟浅的缘故 你但说无妨 是不是你在皇上那里 有遇到麻烦了 是这样 皇上并不知道你出家的事 是你不敢说实话 是的 前几天皇上突然问起你 还问起你是否有了身影 抱歉 皇上很想见你 我推脱了几次 实在是推不过了 皇上说 若是你再不进宫去看他 他就要到宫外来看你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因此我想 想请师父去应付应付 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让我去帮你演戏 求得你在皇上面前的平安 未免太过分了吧 对不起 我知道是我的不对 其实 我本来就不该有 这个非分之想 我一看到你 就已经后悔了 停一下 停 停 你把这个交给玉林侍卫 好 站住 干吗的 给皇上送信的 在这儿等着 你快想个折呀 罚昏当不了事 当初干吗去了 烧的你呀 赏你个如花似玉的宫里人 你不好好地给伺候着 你倒给人家弃瘦 这个我说给你听你也不懂 哎呦 还最硬呢 你不给他弃瘦 他好好的告命夫人不当 跑到尼固安去出家呀 那不是犯傻啊 李公公 这事 还有劳您挡挡架 他要穿在尼固衣一楼里 那就全砸了 哎呦 你以为 人家还会来给你撑面子 你做梦去吧 这事我办不成了 再说了 就算我挡他架 不给他奏报 他照样能进宫来 他在宫里待了一回 管是他内官 哪个不认得他 哪个又不给他面子 哎 万一他在皇上面前说几句 告你一桩 那你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我看 人家做蜜不甜 这做错可就酸着呢 看来 是祸躲不过呀 唯一的办法 就是向皇上直说 我看今儿皇上挺乐呵的 趁着他龙颜霸月 也许能躲过去 那不成 我可告诉你啊 让情 晚了 人来了吧 人来了吧 贫妮贵娥参见皇上 常贵娥 你怎么这身打扮 小妮已经出家很久了 李夫妮 奴才在 吴器爵呢 把吴器爵给我叫来 这 皇上且慢 且听贫妮一言 皇上 切不可责罚吴侍卫 他并没有过失 但是 要出家也是小妮的心愿 当初她也不许 并且声称要来奏报皇上 可是小妮的心不可动摇 她也没办法 就是皇上您也管不了佛门吧 朕安 朕这里没有普团 坐吧 这不是折煞小妮吗 朕也读过一些佛经 佛法讲究平等 在佛门弟子面前 朕不能高人一等 坐吧 阿弥陀佛 朕安 是不是因为 吴器爵对你不好 你伤了心 所以才出家的 贵为天子 皇上理解的佛门 也稍显局限 以为佛门是逃避苦难的地方 佛家讲忍 能行忍者 乃可名为有利大忍 一念称心起 百万丈门开 也就是说 所有修行正果 会因为不能忍 被一念称火所毁灭 朕没想到 你如今 已经可以在朕的面前 讲佛法了 可惜朕是凡夫俗子 没有修行的缘分 其实皇上 也可以修菩提心的 菩提心 菩提心 就是善待自己 和善待其他人是一样的 要尽你的可能 去解脱一切众生的痛苦 使一切众生 都能有佛的知见和成就 你说的这个菩提心 朕就有 朕关心黎明百姓 劝冬桑 即盗贼 赈灾 承贪官 兴修水利 祈求封条以顺 使四海生平 百姓 封衣足食 皇上 皇上所说的菩提心 只是皇上的责任 而非佛门的菩提之心 佛门的菩提心 是指心灵的菩提心 人们常常要扪心自问 利己 还是利人 还是夺他人之所欲 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你所说的 有些像是圣人的修身之道 天尼有几句实话 想对皇上说 皇上能保证不发怒吗 朕在佛门弟子面前 早已不是君王了 请支言吧 我为什么要出家 是求得一种解脱 其实皇上的赐婚 只是您个人的意志 是不会美满的 又何来菩提之心呢 我之所以出家 是因为我感受到了 吴启爵对阿曼的爱 他感动了我 讲下去 我尊重他 成全他 给他留下一线希望 因为有我在 就会永远堵塞这道希望之门 皇上 如果真的想修菩提之心 何不从吴启爵和阿曼入手 成全他们 成为天下美谈 到时候 普天之下的人们 都会认为 当今皇上 是一个有菩提心的郡主 请 发什么呆呀 等着皇上发胃吧 李公公 皇上的神情如何 挺怪的 瞧不出来高兴 也瞧不出来生气 吴大人 皇上有旨意 放你三天假 这三天你不用来了 也不用上去信恩了 李公公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皇上要开我的缺吗 连我也弄不清 这是犯了哪条规矩啊 连你我都猜不出皇上的心思 怕是世上 没人能猜得出来了 还有一个人 不妨你去问问 谁 阿曼呢 你知道的 他也未见得明白 反正凶多吉少 老爷 老爷 您的故乡有个老朋友求见 什么人 有明帖吗 我跟他讨要明帖 他说他那张脸就是明帖 这人挺狂的 更有意思的是 老爷 这人手里还拎着个见面礼呢 您猜是什么 有这么高 这么粗的一个小竹筒 我猜这里面的茶叶 最多也就耳梁 狂人自有狂人的道理 走 看看去 老爷 你太抬计他了 我去把他叫来不就完了吗 爹 走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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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大人 大人肯屈尊出迎一个连鸣铁都没有的不速之客 令我感动 请问足下是 大人知道姚启胜吗 我是他的书办人 原来是姚志台府上的人 快请进 快请进 大人回头尝尝家乡茶 是安息铁观音 是姚大人命我带来的 家乡的茶就是香啊 来 请坐 快请坐 请 请 我和姚大人虽素媚平生 但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未曾谋面就成朋友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和他是隔山之交 隔山而不隔心 是因为道相同 他常常给我写信 我们也算是神交吧 连皇上都说 我和他定是亲朋故旧 这还不算是朋友吗 要是姚启胜大人 听到大人这番话 那他肯定激动不已呀 姚公是怎样一个人哪 这么说呢 一个极普通的人 只不过他想为国为民 做点事情 再者 姚大人他还想当一个 不留骂名的清官 大人为何发酵啊 难道我有什么好笑的吗 朕神在此 恕侍郎肉眼樊胎 没有认出 族下非姚大人书办 族下就是大名鼎鼎的福建总督 姚启胜姚大人事业 请受施郎一拜 不敢 不敢 不敢哪 施郎就是施郎啊 要想在您面前瞒天过海 还真不容易呀 施贤啊 快准备酒菜 来不及就到天桥馆子去叫 今夜我要和姚大人痛饮一番 是 老爷 开门 快开门 快点 开门哪 快点 快开门 来 来了 你干什么呢 又插门 姚云姐呢 你别疑神疑鬼的 她没来 肯定是在床底下 你别闹了 怎么可能躲床底下呢 我非看看不可 你 你听我说 我可不是白痴 我得自己看看 看看我们的施大人 画的是什么宝贝 这是什么 你原来在屋里鬼鬼祟祟的 是在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啊 我一直拿你当正人君子 太让我失望了 我不过是随便画宠儿的 你还在撒谎 我终于明白了 你一直拿我当幌子 我还以为你真带我去澎湖玩呢 原来你是个奸细 我真是瞎了眼了 环柜 你别看我 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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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已至此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看着办吧 你要是想要出手 我也只好硬挺着 你还敢嘴硬 你以为我喜欢你 我就不敢高发你是不是 那 等着瞧 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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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大人此次进京 不知是必见哪 还是生人六步 都不是 我是心血来潮 灵机一通就来了 请 大帅是真有个性啊 但不知为何进京 确切地说 只为仁兄而来 你看啊 我上午刚到京城 此时就坐在你府上饮酒 还不能说明来意吗 是否台湾出现了良机 你我神教一教 从来无私 要说共通点 也就是台湾了 没错 一猜就中 皇上不是说 一南一北 有两个对台湾入迷的人吗 你我 今儿可终于见面了 台湾一定发生了大事 否则大帅 不会不远万里 赶往京城啊 没错 仁兄看看这个 好 这确实是大事啊 严平王一死 他们内部开始火兵 势必削弱他们自己的力量 无暇旁顾 在这个时候 阴角玉府定然会成功 当然 角子当头 以角逼合 如若敏丸不化 势必一角到底呀 仁兄真是个急性子 刚知道这么点信息 就把一整套平台方案 全断出来了 大帅啊 从行文上来看 令爱在台湾 扮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姚公为了台湾 把女儿都豁出去了 仁兄不是也把爱子 舍出去了吗 世宗儿不知现在在台湾如何 我以为她 背了几年的黑锅 皇上也知道 可就是不问 越是不问 说明对我 越有疑心哪 世宗的事由我来担保 我给世宗写的担保信 家女不是已经送到府上来了吗 可这是有口说不清楚的事啊 谁能把这件事情抖了清楚呢 恐怕这也是皇上不采纳 我阴角玉府方针的主要原因吧 也不尽然 在当时的条件下 皇上忽而以府为主 忽而剿府兼顾 这都是根据当时各方的刑事而定的 以我之见 真正的转机就在当前哪 不信你我拭目以待 那要供何时觐见皇上 越快越好 今儿个我见到了仁兄 心里就有底了 来 干 干 来啊 把胶针上 是 老爷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把人叫出来 你用一声不吭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说 也许我们真的要大祸领头了 你能不能不逗圈子 痛快点啊 我真的用 海方图白画他 不但让海魁发现 而且还让他拿走啊 你怎么能这么大意呢 我给他开门前 已经把图藏到床底下了 可他以为你在屋子里 为了找你 他就把图给搬出来了 他认出来是什么了吗 你也太小看他了 他连奸细的话都骂出来了 还说什么认出来认不出来 他哭得很伤心 说我利用他当掩护 更难听的话还没出口呢 那当然是欺骗他的感情了 也难怪他生气伤心 将心比心 要是有人这样对待你我 我们能不反感吗 他最伤心的还是感情 那你现在换过来 遗传旧案 把真心给他 不就万事大吉了 你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 斗气开玩笑 我不是开玩笑 他不会出卖你的 因为他喜欢你 他喜欢我不讲 可是 如果他喜欢的人 要把他的家族 他的一切给葬送去 他还能喜欢他吗 这推论对一般人是适用的 可是对有着海逵这样的人生经历的人来说 他的感情好恶就是一切 不管怎么说 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 准备被他出手 请 决爷 是不是钱又赌光了 我这可不是开钱庄票号的 我可没有钱让你吃喝嫖赌 小的哪敢得寸进尺啊 小的整天想的就是如何报答绝严 对我的栽培 上回你当着某某百官的面 说出是坚国让你把唐妃推下海的 让坚国受了惩治 这件事你还算是有功的 可这本来是海逵让我干的啊 住口 我再忠告你一回 你记住 至死也不能改口 一口咬定是坚国让你干的 反正也死无对证了 不改口也成 只是便宜海逵了 小的不明白 这 这为什么呀 你个猪脑袋 猪脑袋 猪脑袋 海逵是唐妃的亲生女儿 她把自己的亲娘推下海了 那唐妃脸上有光吗 就连她刺杀我我都忍了 海逵的亲娘如今是太妃 弟弟是颜平王 怎么 你还想让他们出丑啊 小的知道了 不说就成了 绝爷 你还有事吗 小的还有更机密的事相告 是 是 说吧 什么事 施氏宗她是奸细 嗯 说详细点 我呀 早对她有疑心了 我看她的投降是假的 大人 您在金门的时候 她就和海逵在澎湖列岛上 挨个地转 还涂涂歇歇 记下什么 回来以后 我就发现她 常常锁在房间里头 不知道她画什么图呢 我一直没有拿到真凭实据 现在 可让我抓住来 快 拿出来让我看看 什么图 现在没有到手 图在海逵那儿呢 怎么 海逵也是他们同伙 海逵不是 要是他们俩也不会大吵一架 怎么吵的 说了也巧了 那天哪 我打施氏宗的房门前走过 他房门半开着 他们俩正在吵呢 我就好奇偷听了一会儿 原来呀 海逵在她的床底下 搜到了一张图 海逵骂她是奸细 听她的口气 那图上画的一定是 澎湖列岛的布房图 爷爷 您想想 要不是奸细 他费那么大劲 画那画干什么呀 有道理 那个叫姚云这也参与了吗 不用问哪 他一定是同伙 要不然老呆在台湾干什么呀 说不定 他还是执事者呢 好 你要注意监视他们 不过千万不要露出马脚 你现在还跟随海逵吗 自从上次执政监国以后 他就不大搭理我 不过也没有赶走我的意思 你不要离开海逵 你呀 要向他赔礼道歉 千方百计留在他身边 这样你才能搞到情报 我说话算数 要是你能搞到这张图 破了这个奸细案 那么我禀报颜平王 给你个二品都市 官儿嘛 我要不要都无所谓 我想要个人 不知道大人 您能不能成全 要什么人 就是那个姓姚的 你呀 吃一百个豆子也不嫌兴 好 皇上 吴启爵 李光帝 引着福建总督姚启盛来了 外套耗着呢 宣他们进了吧 喳 皇上叫紧 请吧 请吧 臣 臣 恭请圣 恭请圣安 起来吧 谢 谢皇上 赐座 你就是姚启盛 回皇上 微臣正是姚启盛 和朕想象中的相貌 几乎是完全一样 朕有个习惯 在看你们这些封疆大吏的折子之时 总通过你们的用词字体 来判断你们的德行才智 甚至是性格相貌 说来也怪 十有八九倒是吻合的 落空的不多 对吧 吴启爵 只有皇上有如此有物 灵性也是因人而异的 姚爱卿怎么看 回皇上 那是因为经得多 见得广了 自然有了经验 刚才皇上用的是推断的办法 这跟审案是一个道理 三个人三种说法 真是因人而异 姚启盛的这种说法 是最不讨好 但只有他说的是对的 是 刘启盛 臣在 你身为义省的大吏 有什么事 可以给朕写奏折 为什么非要亲自跑来觐见呢 回皇上 奏书写得再详细 总有隔靴搔痒之感 比方说对台方略 或脚或斧或脚斧兼用 施郎又有一个阴脚玉斧的说法 这都非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 若臣那一句没说明白 皇上想问一问 来往信扎 路上就得两个多月 不如当面说得透彻 有道理 这么说你此次前来 是专程为了台湾之事 回皇上 臣一得知严平王已死 台湾内乱的消息 就日夜兼程赶到京城来避见 李光帝和吴启爵 已经向朕转达了你 关于台湾内乱的折子 依你看 现在可以平定台湾了吗 皇上 饥不可施啊 你的奏折朕看了三遍 可是打台湾需得靠水师 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 却跟朕说 台湾异常难攻且不必攻 还说台湾敌将勇猛无比呀 姚爱卿你对此有何看法 你知不知道 这个万正色到底是怎么想的 回皇上 有此想法的 不只是万正色一人 拉哈达 赖他 也都怕他要命 这是一群贪生怕死之徒 姚启盛 你的言辞比朕的还要激烈 武器爵 在 你都督 朕是怎么回辟万正色的折子的 该原卫服贼将一致于此 成何体统 说台湾不好攻且不必攻 这是想把台湾拱手让于人吗 出卖疆土 历朝历代都是国家社稷之罪人 朕不当这罪人 皇上圣明啊 吴王千罪千罪千千罪 对 臣冯夕范 禀奏颜平王 遵照我主旨意 臣拟救三份御事 请颜平王亲口宣读 众臣平身 臣市 便要等 cow the old king ��上马下筧 承福德 征师 承福德 权权权权权权 我们打罪了 立国作的主 Are正その叶平王 严平王千岁 我主千岁 停身 谢主红恩 严平王郑克爽遇事 任命冯夕归为兵官 任命冯夕义为行官 把谢贤公官职亲此 严平王千岁 我主千岁 平身 谢主红恩 严平王郑克爽遇事 水师左虎卫株林 赴坚国通敌叛逆 背着严平王赐予清廷议和 阴谋出卖台湾 交刑部一处 亲此 不 不 来人 干什么 带走 带走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走 走 放开我 我主千岁 千千岁 主右侍权 奸人卧饼 台湾危急 自立乾坤之患 甚于水火 民心怀忧 利心怀忧 君心怀恨 若在苟且等待 四肩谋成实 则是朝廷之启齿大辱 既不可施 实不待我 既不可施 实不待我 朕如今 朕为朱麟 董太妃 以及傅伟林的处境担忧 朕也为台湾的黎明百姓而担忧 这可冯夕犯 我启决 在 连牟 喳 季府明珠 贼中必趁离扰乱 已趁机抵定澎湖台湾 总督姚启盛 巡抚无星座 提督诺麦万政色等 与将军喇哈达 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 将律旗舟师分岭前进 勿期脚辅并用 抵定海江 无误时机 吴启决 在 诉讼饱和殿大学士李渭 让他召集内阁大学士 和六部重臣一起停业 并火速传誉福建 交付都城边将使势 是 朕 要借傅卫林这份密报 在朝廷营造出 临战前的紧张之旗 以此来震撼宗氏诸王 连同朝中重臣的胆怯 和疑虑 是 对了 你把这份密报送给侍郎 让他看一看 他自会明白朕的用意 将军有何感受 台湾王室衰微 逢是篡权 东宁府走马换将的消息 姚志台已告知了我 台湾自立乾坤的狂热者 窃居要紧 封锡犯正准备王袍加深 台湾局势的恶化 将迫使皇上 不得不当机立断 做出决定 将军 是否还有简奏 要我代仇皇上 谢皇上已密报时辰 谢侍卫大人亲临执教 请转奏皇上 侍郎虽欲虏笨拙 但深知皇上连岸信任之情 为总额台湾自立乾坤之患 侍郎愿以全部才智和忠诚 接受宗室诸王和六部众臣 对侍郎的全部考察和堪审 花柳古脚 老将风雨 无其决 为将军祝福了 多谢侍卫大人 多谢侍卫大人 先告辞了 好 多谢侍华 母带 感谢观看